天空中雷雨交加还刮起怪风 美国华府周末出现异常天气 强烈暴风雨乍看还以为有预风 因为当地一度标出时速120公里的强风 不只吹断路数还酿成上万户停电 同一时间美国加州还是热得受不了 连黑熊都忍不住闯到露天泳池泡水消暑 7月成了地球史上最热的月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各式连续30天 飙迫摄氏43度 所以就热浪稍微转移 纽约也感受酷暑发威 民众自然而然直奔有水的地方 就怕不小心会中暑昏倒 假天一年比一年热 为了防范热伤害发生 美国总统拜登下达保护令 主要是因为全美目前有高达8000万人处在高温警报中 幸好预报显示美国新南部的热浪 渴望稍稍趋缓 但整体而言夏天的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好一阵子 据新闻综合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